博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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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身推博 博文貴 在中國武術 全東家下 不適應這個時代 我希望中一個好好的 中國武術運法 前程下去 在公義、退休等 我繼續教 好的 介紹前程下去 不好的補充它 吸收人家 那中國傳統物質才能夠發展 我叫李剛 今年七、七歲 是湧村保育泉的船人 我在香港成立了一家 香港湧村保育泉研究會 空前的時候叫幾個學生 因為這是一個拳 永春化學拳在福建敏納一個院 叫永春宴 我師祖在永春宴發育 所以一般鄉下就叫做永春拳 但我們祖師就把少林拳 靠上去看法學 飛、排液、抖液、起腳 那些動作融入小林拳裏 就自己創造出來百合拳 拍攝百合拳就是輕盈、飄逸 不同於其他公務打得公猛 就比較好廣告裏面的變化 那個是特色 公務是舒服什麼 我叫學生的時候 按照我們規定傳染下來的動作 跟要求 沒有那些多的發巧還是什麼 每個人的理解靈力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叫要耐心 因才施教 你這個學生職業練什麼 我就叫他練什麼 這樣比較容易上手 貢獻是受傷啦 就是我建國的品分吧 市民的工夫 我們把它傳進下去 一定一代一代 有人教 有人學 我從1961年出來 當時一來香港 香港那些舞打片 黃飛鴻、君德興那些 那些很好行的嘛 那時候 哇!學功夫死了 去哪裡學? 我師傅就在北國 六五年 我就去根據學 那段時間最辛苦的 年輕人最敢動的 但我們的永春報 靠靜多個靠動的 就以靜入手 八十年代多了 就開始交了一些人 後來年紀大了 退休了 我就把這個傳承 永春報的居願 希望把它圓成 是啦 偷拿走 我本身 這麼多年 一路一路夠 一路加都百幾個多 夠得幾多個就幾多個 應該少了 現在只有三四個 一班 之前二十多個 沒解的 香港沒有風性 就每個人都來學 一旦走 現在就沒有了 我在香港 都五十幾六十年 可以講傳統工夫 在香港一流一流都衰退 這是很多原因的 第一個是時代變化 社會變更 我們當時學功夫 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就練舞 是年輕人 一個很好的路向 現在科技多 找工作 年輕人 求刺激 那些體驗 健身 走路 因為人家有先前 人家的系統 規劃 經過篩選 經過編排 傳統工夫 就沿用 舊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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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下來 都是那套 如果保存傳統 發生的方法 應該又沒有什麼 傳統工夫 我希望把中國傳統的武術傳播下去 但是現在 因為社會的問題 時代的問題 不容易 比較辛苦 很多動作 可以配合在舞蹈裡 在戲斑也好 跳舞也好 都可以用下去 對舞蹈的形式 對舞蹈的表現 就很有幫助 我教了香港舞蹈團 都覺得一般人很好 第一 學長成功 零有成功 所以我覺得 一同工夫 應該要配合 應對的需要 應該要利用的 我認為 比較有信心 肯下股工 還是有希望的 只要我們有心 去傳播就可以了 我做的一本書 是將我健身這幾十年 學有出白症的經驗 我覺得應該把它公開出來 讓後輩 有個參考的作用 香港永春保育圈研究會 大概有十多年了 我們以這個會的名義 所以邀請到義大利 到波蘭 去把我們的永春保育圈 在那邊宣傳 他們外國人對中國舞蹈 特別喜歡 他學識的態度很認真 中國舞蹈其實 中國的文化 文化藝術 都是好的事情 傳播出去 那外國人了解 學識 我們中國的文化藝術 都是好的事情 就改聯合的了 我經常說 我們荃森工夫 等於我的家中必犯 在家裡 吃了美食 玩個通 去喝一家人吃 你不需要跟別人 比美芝蓮 多少星 上台跟別人比 這沒必要 因為我們 延前荃工夫 要少人幾個 鐵背是 自己個性的修養 思想的修養 不是 可以打就可以 算成功 不是的 你要講究 有得 才是修養 經過 練舞的時間 那鍛鍊你本身的性格 鍛鍊你本身的思維思想 跟你的文明道德的傳承 我們中國 笑 忠義勇 肉依助人 這些都是老東西 我們老一輩 老前輩傳下來 我們要繼承他 優良的一些傳統 小的錢 好吃 小的錢 小的錢 加油 小的錢 每次都要 有賣 小的錢 你 我好